哈啰 《Secret43》的朋友 我们今天来到了输银子的家 我们快去找她 哈啰 欢迎欢迎 前阵子我就是有透过一些新闻看到你 然后你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 然后又要去进修 第五个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要修第六个 你身为一个艺术师 你进修那么多学位 为了是什么 我觉得那时候我进修第五个的时候 大家已经在骂我就是疯了 在国外 原来去到那边我不是疯子 因为去到那边每一个都是双硕士 就是他们本身已经有四五个文凭 他才有机会去卡一个位置在国外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你看到的世界已经是双硕士的标准 双硕士标准 因为我们现在请人很贵 然后也很难带人出去了 然后现在你要在国外去生存的话 你必须懂得很多东西 而且他的条例很严 就是你在修 你要做这行你一定要修这个东西 不明白 因为艺人需要真的要那么高的学位吗 十年前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我不需要 现在的话非常需要 因为现在观众群的智慧比较高了 我在这行已经大概十一年了 对 然后你如果你要搞一些有突破的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智慧 或者思想的时候 没有人会帮你做的时候 你等运气你根本等不到你机会 所以你就是拿那么多学位 就是你要拿到就是那个 所谓的智慧 智慧跟我真的是有下来去做 因为你在国外的话 你必须有一个流程去做一些东西 你不能说 我要创这个创那个 最便宜的方式就是去念书 如果你自己这边自己投的话 我已经亏了很多钱 我不想再亏下去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因为演唱会 亏太多钱 所以我才考进去伯克利 我跟他说我要念音乐制作 原来在国外你要修这行 你真的要从音乐系 然后音乐系当中你再去修live 然后live当中的时候 你要再实习这么多年 所以我的师傅每一个producer 都是音乐系这样子走 所以你要surf到最好的时候 你什么基础都要打好 这边你可以老老来 在国外不是我自己的家 所以他那边都是一步一脚印 我现在我说我不是艺人 我是艺人抗制作人的一点点 真的听起来身份好像比较高 比较奇怪 然后有人会注意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就引起注意力的时候 你就你的品牌就对啊 因为你这样说 应该是现在的市场 已经是跑这样子了 已经变完了 你不能就是老老实实 只是做艺人而已 就是不下来去看production怎么做 因为现在剪接everything 我们当我们会的时候 我们就说360度嘛 我们会抛球 所以有时候我们上节目也是 跟制作人大家会聊到 你明白机器怎么走 然后我们怎么访谈 你可以抓到越多的话 整个节目的流程会更长 你读那么多书啦 你会怕交不到男朋友吗 我之前会觉得怕 我觉得现在的话不用怕了啦 因为我觉得如果去妥协一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我不想 我想做回自己 我们不能只是靠男人 一个人去打拼 不是说我们要来竞争 我们希望可以平衡那一个点 我觉得我当然希望 可以跟我沟通到的男生啦 at least 到一个degree我都ok 你不用跟我 就是我不希望就是 一定要是博士啊什么 No need no need 我喜欢男生就是去打拼 然后打拼当中 愿意去承担责任 愿意去尊重女生 也不会就是约束我的人 很多时候我看你的可能心反弹 你讲到家人 讲到你求升学的事情 好像都有一些 对 累点跑出来了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 一 我的家里很传统 二 可能爸爸妈妈也是 可能工作上有一定的地位的人 我一个女生去闯艺术事业是 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可能 以前会说一个侮辱给她们 就是她们会觉得 我们有家境这么好 为什么你要去熬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她不明白说 我们念艺术的 就是必须从第一开始去 然后我也不想去 这么去靠她们了 甚至我去伯克利的时候 我真是被赶出门的 那时候是 她说你是读到疯了对吗 我那时候真的是 我真是被逼到一个镜头 就是说 我必须把自己藏起来 我偷偷地去西班牙去 去到那边的时候 然后来追债 很多债务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你 之前事业的东西 对 是我的事业的东西 因为那时候我去到那边 三四个月 我整个账户都冻结了 我都搬不到钱 很多人来找上爸爸妈妈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是很惭愧 然后那时候是 根本是一接到电话 我都会把它关起来 都是被骂的 骂当中我还在那边考试 这样子我这样 把整个东西关起来 你要怪我就怪我吧 而且伯克利很严的是 你不能拍照啦 什么你不能 透露很多东西 你要签的东西 你要误会去误会吧 时间会证明一切 所以当一些你的节目 你的作品出来的时候 别人才知道 原来你 这几年成福的 对 就是为了 将来就给人家 不一样的东西 还有版权进来的时候 我就用版权去清理掉 之前的一些可能 债务的先 然后我在那边打工 打工过后 账户 他会给我们 好像打工钱这样子 进修的时候 你就顺便在那边开你的工作室 对 对 我现在是我的房间 工作室 studio 都是在同一个东西 而且五个人租一个宅宅 很不容易耶 我觉得现在好容易 这边你 那个钱你这边可以买大的 那边 所以你就在你住的地方 也是你的工作室 把你的作品做出来过后 再想办法用自己的 可能的想法 自己的管道去宣传 去宣传 everything 或者是如果有大一点budget 我去住studio 为什么你要在国外 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你要追求到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因为 伯克利是生产 最多格莱美的得奖者 所以你就是有那个 格莱美的方向 当然啦 我说每一个音乐人 每一个音乐人的梦想的 学校是伯克利 然后那边也是 但是我有飞回来上节目 现在也是把马来市场 开始再做回了 因为马来市场也变了 所以陆陆续续会 注重马来市场 跟国外 然后台湾跟中国 我就要作品 然后你是 近期内会有作品吗 肯定会有 明年就可能 你会看到 就会推出来了 会推出来 肯定会推出来 只是现在要 再修制我的西班牙文 我在进修的第二个博士嘛 第一年有考试 所以给我考完了过后 我才知道说作品要怎么去做 明年肯定会有东西 在更多东西上 对于想要进修 可是又不敢踏出去那一步的人 说一些鼓励的话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勇敢一点吧 我觉得现在社会 你不变 然后你就被退下来 所以赶快一步一脚印 去闯你要的东西 不要等机会 不要等运气 运气是在你的手中 念书是最便宜 最实际的方式 好 谢谢 我希望你会认你 收到这个ただ的 然后再加一层 我可以 δ竹了 我会认你